美將主持與20國部長會議討論阿富汗局勢 立陶宛扭轉中歐台三國關係 鮑瑞罕向德法喊話 日本首相候選人將會對中共更強硬 中共企圖收買、滲透和約束他國 法治庫表示中共的手段笨拙成自己最大敵人 塔利班出頭危及維族人權 美國之音指2,000阿富汗為人面臨遣返命運 中共再查互聯網巨頭美團收購案 公司CEO急表態 天然氣價格飆升 威脅全球經濟復甦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9月5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日將會見卡塔爾領導人 接著前往德國 與德國外長馬斯共同主持超過20個國家的部長線上會議 討論阿富汗局勢 3日布林肯在記者會上說 他將在卡塔爾首都多哈 回見阿富汗人以及英勇全天候努力的工作人員 之後他將前往德國的拉姆斯泰因空軍基地 與阿富汗人會面 部長級會議將以視訊方式舉行 其中包括20多個與重新安置阿富汗人有關係的國家 布林肯說 我們繼續針對重要的議題 與塔利班保持溝通渠道 國務院正在與留在阿富汗 但仍希望離開該國的美國人保持聯繫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也將在5日出發 第一站先抵達卡塔爾 之後將訪問巴林、科威特、沙特 感謝他們協助阿富汗大規模的撤離人員行動 此外 兩黨的國會助理表示 議員們肯定會為流離失所的阿富汗人 和難民提供人道援助 但目前不會向塔利班政府提供援助 歐盟近來對中共態度日漸強硬起來 尤其是在對台問題上更是突破了以往的外交紅線 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9月1日 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 歐盟-台灣關係與合作報告草案 並建議將歐洲經貿辦事處證明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 據悉 改法案通過之前 中方曾經試圖阻止草案通過 不斷向議員們施壓 但最終未能游說成功 9月3日 歐洲議會62位議員 由聯名致涵立陶宛總統等政要 表示強力支持立陶宛與台灣發展關係 並強調歐盟會員國均有權利 與台灣深化經濟、文化與外交關係 對此 台灣外交部4日表示 尤聰歡迎及感謝這一語歐盟關係史上的里程碑 並指出 聯名致涵獲得20個會員國重量級議員的響應 顯示中共針對單一歐洲國家的霸凌行徑 以逾越歐洲聯盟的價值底線 最新涉台草案 如果在10月歐洲議會、全會表決時獲得通過 將可能標誌著歐盟與台灣關係將展開全新篇章 但最終能否獲得通過 歐盟主要成員國德法兩國態度至關重要 而德國和法國在中國又都有巨大經濟利益 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團長包瑞翰 在接受英媒每日快報訪問時表示 歐盟成員國應在中共議題上達成一個立場 對中政策不能由單一或兩個國家法號司令 如果我們任由德國和法國如此自私行事 就會正好迎合中共的分移自資戰略 此外 歐洲議會7月中通過與歐盟制定應對中共新戰略的報告草案 報告明確表示 在中共取消對歐洲議會議員和歐盟機構的制裁之前 將繼續凍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的批准程序 日本首相菅義偉3日宣布將在9月底任期屆滿後 卸任首相職務引爆日本政壇 有機會當選的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 都擔任過外務大臣 都與專注於國內事務的菅義偉截然不同 多家媒體報導 下一任的日本領袖將會更強化對中共的鷹派立場 2012年至2017年擔任外務大臣的岸田文雄 在今年的一份政策文件中表示 日本需要源頭打擊中共投射力量以阻止北京的侵略 他對日經亞洲說 對付中共將會是首要任務 為了保護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等基本價值 我們將同與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合作 比如美國、歐洲、印度和澳洲 以對抗專制體制 河野太郎在2017年至2019年擔任日本外務大臣 2019年至2020年擔任日本防衛大臣 他經常強調日本軍用飛機出動阻止中共戰機的緊急情況 並且是日本政府中最常將中共稱為威脅的官員 明年就是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50周年 但是兩國關係卻日益惡化 而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就越來越親密 不但捐贈疫苗、自民黨與民進黨還舉行異議會談 2017年至2019年擔任美國駐日大使的哈格提指出 現在日本政府官員經常提到台灣問題 他們更願意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意味著台灣在他們心中居第一位 據日本電視台報導 菅義偉則以向周邊幕僚透露 自己將支持河野太郎接替自民黨總裁職務 58歲的河野太郎由於擅長使用社群媒體 吸引很多年輕支持者 日本媒體認為 如果河野確定參選 這場民主黨總裁選舉的結構將大幅改變 法國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IRSEM一份600多頁的完整報告 近日即將出路 該報告直指中共透過輿論、心理、法律三戰 企圖收買、滲透與約束他國 中共動員所有籌碼 從外交到電影、從大學到企業、從媒體到政黨 但中共手段笨拙 卻成了自己最大的敵人 報告提到 自2015年中共推進黨組織工作規範化 與2017年習近平登上權力鼎豐後 中共更加激進的鞏固權力 香港2019年危機及去年到今年的武漢肺炎疫情 都是趨化劑 中共行動變得相當強硬 撰寫報告的兩位研究人員將中共戰略形容為同心圓 主要目標為台灣和香港 涵蓋範圍系全世界 IRSEM指出 中共稱其為中央統一戰線的全方位策略 這個統一戰線工作部由12個辦公室組成 涵蓋中共所有黨國機構分支 它們沿用來自蘇共的策略 與次要敵人結盟以對抗主要敵人 並利用暫時盟友 有時透過有用的笨蛋以達成目的 另一方面 中共採用積極手段 面對越來越多的敵人 位於福建省的中共軍隊311基地 就是為了向台灣輸出心理戰 該基地有9個單位 駐有研究人員與工程師 鎖定心理戰和資訊安全 此外 有調查發現 近日中共出現資訊粗農工業化 大量收集資訊與人工智慧 讓中共能大規模產出內容 比如試圖影響台灣2020年大選 就是使用這樣的策略 而針對武漢肺炎疫情的心理粗農 煽動對香港運動人士的網絡仇恨 等這類行動特別活躍 並時常透過中國留學生或海外中國後代 來提升成效 但北京在海外的策略 都因其過度侵略的姿態 以及文化上的長期拼絕手段 而大打折扣 儘管中共行動的規模很大 但就成效而言 中共顯然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權後 中共屢次發出友善信息 令出生或居住在阿富汗的維吾爾人擔憂 他們恐怕會因塔利班的接管遭遣返 面臨與新疆維族人同樣的命運 美國之音報導 大約有2,000名出生或居住在阿富汗的維吾爾人 因塔利班的接管而處於危險之中 很多人擔心他們將被驅逐出境 最終好像100萬名維吾爾族同胞 在身陷新疆在教育營 尤其在體見中共與塔利班尋求合作 更讓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憂慮 上月塔利班代表團在天津會見中共外長王毅 當時中方要求塔利班合作 打擊阿富汗境內的東特決斯坦伊斯蘭運動 也稱東伊運 塔利班稱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 從事對中共不利的活動 中共政府認為在阿富汗的任何維吾爾人 都是東伊運成員 對中共構成威脅 去年美國將東伊運從恐怖組織中除名時 中共極為不滿 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分析師賈丁指出 阿富汗歷來被視為 比其他中亞國家對維吾爾人來說更安全 是因為阿富汗與中共之間沒有引渡條約 然而在塔利班統治下 維吾爾人被驅逐出境在歷史上一直存在 2000年中共駐巴基斯坦大使和塔利班領導人會議後 13名維吾爾人被移交給中共 維吾爾人權項目研究主任薩茲耶夫斯基也坦然 有鑑於北京長期以來對維吾爾人進行跨國鎮壓 中國和塔利班合作 驅逐維吾爾人的可能性很高 中共當局對互聯網巨頭美團的反壟斷調查還未結束 又對美團三年前的一張收購案展開調查 美團CEO王興日前趕緊表態要共同富裕 8月30日下午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在發布公告中提到 對美團收購共享單車摩拜美伊發申報案展開調查 當晚美團CEO王興在財報發布會後的分析師會議上說 對習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論加以吹捧 說最近宏觀和觀察層面有很多變動 這些改變都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 它稱其為利好消息 有助於促進公平競爭和行業健康發展 實際上 美團當日發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及前半年的業績報告 在或言事項中公開承認 中共市場監管總局正在對美團展開反壟斷調查 美團無法預測調查的情況或結果可能會被要求改變商業慣例 及或被處以公額罰款 華爾街日報上月報導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中共市場監管總局準備對美團處以約10億美元的罰款 理由是其涉嫌濫用市場主導地位損害商家和競爭對手的利益 此後 黃興在財報電話會議上表態 美團堅決禁止任何形式的二選一 充分尊重商家的自主選擇 不過 美團在被立案調查幾天後 黃興曾在社交媒體上貼了一首唐詩《焚書坑》 詩文內容諷刺秦皇朝焚書坑如 揭示了焚書與望角之間的關聯 坊間多將黃興轉發此詩的舉動 解讀為對習近平當局的暗峰 在輿論壓力下 黃興很快刪除了該貼文 不過 這並未能阻止美團股票當時出現的大跌 後來海外還傳出政府官員約談黃興的消息 天然氣價格正經歷著歷史性飆升 昂貴的價格將在全球經濟中產生連鎖反應 威脅著經濟復甦和包括中國陶瓷製造商等企業帶來打擊 據彭博社9月4日報導 燃料的成本已經達到創紀錄的季節性高點 而且可能進一步上升 威脅目前的經濟復甦 過去10年用於發電和供亂的天然氣資源豐富 且價格低廉 但是由於需求大大超過了新供應 這種情況在今年格言而止 報導分析 即將到來的冬天可能會和全球帶來一個痛苦的教訓 天然氣對經濟無恐不入的影響 無法承受的價格可能會抑制家庭支出 並通過通貨膨脹侵蝕他們的工資 和銀行家都帶來一些艱難的政策選擇 而且實際供應短缺可能會使大量工業限制 甚至會在發展中國家引發停電 從而可能引起社會動盪 研發天然氣市場是連接歐洲、亞洲和美國的扭帶 通過刺激天然氣的更大出口 歐亞的高價格也能反映到美國國內市場 紐約的天然氣期貨今年以上漲80% 至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儘管期仍然低於全球其他主要市場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 據地方媒體報導 由於廣東和江西省的高昂價格 多家陶瓷廠被迫減產 彭博社分析認為 目前主要發生在歐洲和亞洲重工業的危機 可能很快就會蔓延到政治和宏觀經濟領域 若家庭和企業看到他們的水電費上漲 他們可能會尋求提高工資 或提高他們的銷售商品價格 從而嘉劇已經因供應鏈緊張 而產生的通脹壓力 今天的新聞和大家播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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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